欢迎收看商贸普通话出去谈 老师,今天有什么故事跟我们分享呢? 有一次,我出席一个颁奖典礼 女司仪很漂亮,普通话也很好 但她却在台上说粗话 蛤?为什么会这样呢? 几个打扮成小鸡的幼儿园小朋友上台领奖 美女司仪应该说,咦?这是不是小鸡? 但是,她却在鸡字后面加了个八字 我和旁边的评判都忍不住笑了 我们为什么笑呢? 八是轻声,鸡后面加上八 听起来跟一个词语发音完全一样 这个词语在普通话中指男性生殖器官 这是个口语词,说普通话的人 特别是北方人都知道 当然,这是粗话,不是人人都这么说 那为什么我今天要说这个词语呢? 因为有必要提醒大家 我可是好几次在饭桌上遇到这种情况 请内地来的客人吃饭 本来应该说,您怎么光吃菜呀,您多吃鸡 但是,却在鸡字的后面跟了一个八字 饭桌上说粗话多令人尴尬 记住,可以说您吃鱼吧,您吃肉吧 就是不能在鸡字后面加这个八字 还有,在饭桌上也不能说要饭 广东话合意,普通话是乞丐 口语就是要饭的 广东话合食,普通话说要饭 老师,如果我想问人 你还要不要多壶饭,应该怎么说呢? 嗯,普通话可以说您要不要吃饭 您要不要添饭 您要不要再来一碗饭 嗯,那大家就要留意用意啦 下集见